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下这张画的问题 这张画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形体和明暗关系没有结合好 我们先从形体上讲 吹风机是一个圆柱形的,它是一个弧形的下来 那么它交界线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这是主交界线 然后这也有一条结构线,代表着重置向后面旋转 这个主要的交界线开始是交界线,结束是投影的边缘 主投影边缘 那么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暗部,暗部区间,整个的暗部 那到这边,到吹风机的尾部的时候,它是个弧形的 它有一个变化,弧形的一个变化 把手也是一个弧形的变化 交界线,分析光源的方向 分析光源的方向 光源过来 那么这边,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交界线 从这个点下去,一直到投影的边缘 整个的暗部,这就是整个的暗部 那么这条线也是一个结构线 从结构线的位置 向这边来 过渡 这么一个形 一个弧形的过来 大概的结构是这样 那么这张画里面的一个画眼在哪呢 那就是在捅身上 吹风机的中段 这个位置上 就是它的一个画里面比较核心的部分 细节丰富 对比关系都很好 那么我们核心的重点就在这个位置上 在这个位置上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咱们上课讲的灰度表的问题 一个灰度表 整体的风筒是一个重的 是一个重颜色的 那么它大概的明暗的区间在什么地方 明暗区间 我们可以拿灰度表来看一下 整个暗部 整个它的暗部里面的这个分量 那么大概呢 应该是相当于这两个区域 中间的这儿 它整个这边就是其他区域 就是亮部区域了 整个其他就亮部区域 亮部区域里面 它的范围应该是从这个位置 一直到这个位置 除了特殊的高光 有这些特别亮的位置 其他的位置都是中灰 这个中灰和亮的都是在高光附近的 那么其他的变化的东西 都是灰度 都是灰度的设计 那么这是重的设计 那么这就是它的本身的几个大的明暗的关系 分析好它们不同位置的明度关系 这两个相比 一和二相比 那么一定是二重一点 因为二离的光线比较远 对吧 离光线比较远 然后它又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细节的部分 所以这个把手的位置 要稍微重一点 那么这张画里面最核心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明暗调子跟结构没有结合好 那么我们看它画的画里面 能看出它对结构的认知 这几块转折它都有 但是转折交界线和暗部 它整个的变化没有 要注意观察明度上的渐变 几个大块的变化 把这个一二三 这个几块大的变化都先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 我们再考虑它是一个基础的几何形体 圆柱形的变化怎么画 怎么画圆柱体 怎么把一个圆柱体画起来 那么从交界线开始 是实的 然后逐渐呢 逐渐呢 减弱 为什么会减弱呢 因为桌面会对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反光 从实的位置 逐渐重的 逐渐减弱一点 到投影的边缘 是重的 然后它是向里面去空间走 所以也是重的 逐渐减弱 这两块最后交织在一起 形成整体的 暗部空间 交界线到投影的边缘 投影边缘往里变化 交界线往下变化 它就形成了一个丰富的明暗关系 同时注意 投影的边缘 向左右的变化 左右两个方向的变化 和空间都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这张画里面的这些问题啊 可能要退一步 要画一些更简单的物体 像一些单体的一些基础进入 来逐渐的 来学习一下 渐变的办法 现在 整个明暗的布置上 基本可以 但是 缺乏丰富的变化 需要把 大的关系 明白之后 我们要退一步 画小的 基础的 渐变的东西 逐渐把调子上的渐变 搞清楚 然后在大的这种明暗关系上 再来画小的渐变 这个斜坡 吹风机口子 这是个斜面 那斜面和主体的 这个变化 没有画出来 斜面的变化 还画得少 这个应该是更灰一点的面 因为它这个面是斜下去了 斜下去了 所以这个面要灰一点 主要的细节 就是集中在 吹风机的中段 这个是它的画眼 画眼 这张画的基本问题 就讲完了 结构上基本都有 大的明暗的区别 也基本有 缺的是细致的变化 微妙的变化 咱们在以后的课程里面 再具体的说这个问题 退一步 把小的东西画好 再来画这个更复杂的东西 好 我们今天的这个讲解就这样 谢谢大家